目标函数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y-xβ 所以这个是你的x 然后这个是你的β 我们这边假设我们有三个特征 m比资料 所以你有一个常数项 所以是有一个常数项 所以是四项的β 这个是让它具体化 让同学可以对照 这个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x 这是β 所以我们的变数是β 我们要对β来做这个 最小话 那当然各位台数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同的数学符号很容易搞混 但是你知道β就是你的变数 所以基本上怎么做呢 这个当然有更快的写法 但是我还是习惯用这个方法 这样子我比较习惯用传统的方式 Python有更快的写法 但是他那个写法我不太习惯 所以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加constraint限制式 我们这个字看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 这叫bit error误差 你一开始要宣告 我们这没有宣告 所以你要在前一张头里面宣告 你的误差 你的误差 DI项的误差 是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 要 要它横等式 就是要 这个要写两个等号 没有写错 然后呢 误差是等于什么 DI的DI项 减掉呢 这一个呢 是你的DI个raw 然后乘上Dbeta 然后呢 for loop是什么 for loop是针对你的所谓的 这个 资料量 来做 这个for loop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这一个 它乘上 这一个 然后呢 你在乘的过程中 是I呢 一直往下降 所以这个是 x shape的0 所以你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以此类推 你的错误是什么呢 你的错误是 y-x beta 所以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是你针对你的 x的shape 然后呢 目标呢 所以一开始 这边刚刚有初始话 就没有写 这个详细的在 我给各位的这个程式 这个目标呢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是累加的意思 就是每一项的平方和 然后for loop 当然我前面讲过 这个python有更快的写法 把这个写在那边 但是我还是不习惯 因为我们一直习惯 这个各种这个 这个结构 还写在外面 这个python 意思就是python有更快的 更经典的写法 但是那个写法我不太习惯 所以我就没有用那个方法 那接下来呢 你的目标 你这个是你的变数 然后你的globy 要最小化 这个写红点是说 这个要最小化 有时候是最大化 就要改成最大化 好 好 那如果是l1弄的话 怎么办呢 前面呢 这个前面一个小节 就是robust 跟regulation 的时候 我们这边l1弄怎么办 顺便讲一下 一样呢 我们加一个变数呢 是根据你的特征 然后呢 这个beta的absolute value 绝对值的意思 然后它是连续的 所以一开始要宣告 它一个变数 那一样的道理呢 我们呢 这个 我们这个j呢 是怎么样呢 j是这个范围里面 它是一个向量 然后呢 目标呢 当然一开始要初始化为0 等于自己加什么 γ 然后乘上呢 它的这个beta dj 向的绝对值 但是呢 你在这个变数呢 这个变数是beta dj 向的绝对值 所以你要加上另外一组限制式 也是一样 一个for loop 在这个范围里面 你要加一般的限制式 然后它是绝对值 所以这个蓝色底下 这个英文是说明它 所以这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加上一个限制式 这一个变数呢 它会是这个变数的什么 绝对值 哇 真的太漂亮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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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